各位面试官大家好 我叫赵小伟 今天到菲尼莫属 面试的职位是行政主管和销售 两个职位 谢谢大家 没有过多的自我介绍 29岁 以前做过行政主管吗 对 是有两家公司 第一家是在上海 委淘国际货物约束带有限公司 是一家物流公司 进入危机的原因 上海的物流公司受冲击很大 破产了 倒闭了 是停业的状态 没有破产 然后转到另外一家公司 还是做行政主管 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去年 去年10月下旬 周末回家的时候 磕到腿了 要休息至少是两个月 当时他们就很快的招好人了 因为我当时做不了 身体原因做不了 你现在想做的是销售 或者是行政主管的工作 对 说的是行政主管 和销售的工作 两个首先是行政主管 然后是销售 对 对企业有没有要求 企业我希望是网络科技公司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有实体的这样的公司 它不会有就是经济上面 或者是贸易上面这边 就是进入危机这块冲击 然后影响到员工这一块的事情 我希望是一个人际关系 比较简单的这样的公司 比较简单 对 就直接把我们排除在外了 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你们公司是充满着勾心斗角对不对 不是 他就要什么网络的 什么实业的 人家要实业的 对 我们就排除在外了 那你也出于就 但是人际关系简单 我们那儿就六个人 刘总 我不会选择你们公司 但是我觉得你们这边的管理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是很好管理的 是 完了 他从一上场到现在一直在提 他希望的工作单位 以及上司的一些要求 不太好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找了一家网络公司 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我的上一级主管 他自己给我分辨下来的任务 就是很马虎 就是没有逻辑性 然后我去把它完成以后 结果不符合他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劈头盖脸的骂一顿 领导给你安排任务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确认一下 确定你自己 接受了任务的正确性以后 而不是去怪领导 他就讲一遍 然后我再去问 他说 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 你到旁边去吧 所以你最后这个工作离开 是因为这个原因离开的吗 工作有15天的时间 因为 仅仅工作了15天 对 你就离开了 对 你要要求每一个单位 每一家公司都要符合您的价值观 这个可能性不大 对 是这样 要么 你改变对方 要么改变你对对方的期许 对 我去适应环境 去每一个公司都是这样 你不能老说 人家老板有问题 我的老板有问题 都有问题 就已经没问题 虽然我们人少是个问题 但是 但是 刘总 我想跟您更正一下观点 就是 我是希望这样的公司 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都希望他们公司没有勾心斗角 你有一个跨度很大 你有想做销售 你为什么又想做销售呢 这个动机 动音是什么 行政这边勾心斗角 还不如做销售 销售也是勾心斗角 而且销售的工资会很高 是为了逃避行政这份工作 但是你知道销售的老板 可能要比那个行政的老板 要凶得多 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实际于想选销售 个最大的原因 是对以前的薪酬不满 我问你一句话 上一份工作很坦诚地告诉我 那个行政主管的薪资 到底是多少 是四千 不滴了 不滴了 她就是一个很暴躁的一个女士 我不希望我自己 是一个很暴躁的人 我是怕她给我的暴躁的情绪 影响到我 然后影响到我的性格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 是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 我其实也经常想告诉别人的 千万不要因为不喜欢而离开 或者是放弃 因为这个时候 你往往特别是当你把关注点 把职业的关注点放在人身上 因为很多东西都会变的 那个你不喜欢的老板 其实也可能会变的 没错 没错 你这样的选择很容易 到了下一个 你马上就会碰到下一个不喜欢 那我觉得你肯定 无法到刘慧普那工作 他经常骂人 我不是一个脾气像沐妍 那么温和的人 因为沐妍不管业绩 他不知道销售人员的苦 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我觉得你知道做下属 什么情况最累吗 不是今天 我跑到你面前说 你干的不好 你这个错了 那个错了 而是我压根就不理你 一天到晚再猜老板 心思的下属是最辛苦的 永远不要把那些 不理你的老板 理解为好老板 好吧 好好好 来吧 不做职场前规则分析了 怎么让你们分析的 我觉得那么心寒和害怕呀 小伟应该是继续还是离开 十二位请选择 刘玉伟你想干嘛 刚才就说你们公司六个人人家不去 我等他来灭呀 既然有行政主管帮我灭灯 我做老板的干嘛要亲自灭灯呢 连一项给六千块的红军都离开了 为什么 其实中国不缺行政人员 人才挺多的 而且最好是从内部培养 但是你们又发现我的优点 因为凭这方面的说话上面 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我在工作上面 肯定会完成得很好 我看个事情 我打你一句 你所有的表现在台上的说话 你的言谈举止 就要带出 是给我们提供了 我们判断你的依据 你不能说我们判断完了之后 你们判断错了 你要还给我别的机会 没那么多机会 我觉得在你眼里 自己都是好的 别人都是坏的 没有任何一个老板 是为你而生的 其实社会是一面镜子 当你看这个镜子里面 你指着这个镜子里面 你抱怨的时候 其实这个镜子里面 也会抱怨你的 我倒是愿意这样去理解小伟 我觉得他也有资格选择 不同的企业氛围 他可能不适合现在那种 很新潮的企业 那种简单粗暴的领导方式 他可能更愿意一种儒雅的 是 来 三家留了下来 三家分别把你们能提供的工作岗位 说一下 我们公司特别符合你的要求 第一 老板是男的 而且直接管你 我中间没人 第二 我性格温和 一般不骂人 第三 人际关系非常简单 你估计能管的只有你和一个秘书 这就是我们的优势 你提供的确实是一份工作对不对 当然了 也发工资啊 也给保险啊 也给五险一斤对吧 当然 我也是正经的文化公司 但我们公司不一定有文化 我没有歧视 我没有歧视你们文化公司的任何意思 沐妍 来 工作 是这样的一个 百合网是一家婚恋网站 所以呢 我们行政务现在不招人 但是呢 我们有销售类的职位 但这个销售呢 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销售 是我们有一个叫百合通的产品 就是会员A在网上联系不到会员B 他特别着急 然后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帮他去联系到会员B 那么这个销售呢 是不用这个打冷电话的 是基本上是可以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就call in的这种销售 是这样的一个职位 像类似于客服式的这种职位 它是介于客服跟销售之间 了解了 好 尹峰 行政经理 对 目前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工作地点在 目前会在湖南长沙 因为我觉得他 你有很多特质 我还是挺欣赏的 我觉得他做事应该是比较执着 严谨的人 小伟 现在到你选择的时候了 三家 走上前去 把其中一家的灯灭掉 一定要灭得非常的坚决 把它灭掉 尤其是对于一些留下来 就是为了让人灭的 要更加坚决 去吧 不好意思 谢谢 我是这个刘老师 那挺适合他的 这充分说明一个问题 他真的不喜欢女老板 不管你表现得多么温柔而雅 我很喜欢这位老总 我也是 但是因为 因为我不想去 长沙工作 当然我很能接受你这种理由 真的 女孩子要离开本地工作 这是很难的事情 不管了 反正现在设计的是 刘玉伟和沐妍 谈钱 不伤感情 沐总 你先说我没经验 高手 比我们公司原来没有这个职位 我没经验 因为你非常想要被人灭 但是别人不想灭你们 所以你要慢慢地学习经验 好吧 沐妍开始吧 我们这样 我们这个百合通的这个销售呢 是一个比较初级的职位 所以底薪是2000 然后再加上提成 大约 总共的薪水是在3000到5000之间 每个月 对 我们的工作 说正经的 比较特别 其实也是 底薪加提成 公司就六个人 但是我们一旦拍戏呢 人就多了 除了一个秘书 在家里看摊以外 其他都到剧组里面去了 剧组里面呢 你怎么用 你在这个平台用的词好一点 那叫留守 什么叫看摊啊 在公司留守 我们家自己的摊 我想说摊 他就摊 好好好 我也没说他们家里的摊 对不对 一个人看摊 一个人看摊 其他呢都得到剧组里面 是是是 到剧组里面呢 可能就很辛苦了 没日没夜的 但是呢 它是挣双薪 一份是剧组给你提供的薪水 一份是公司原来的薪水 但如果今年 因为我们公司就我一儿 如果今年我要是不拍戏呢 瞎了 你说一下 那份公司的薪水是多少钱 两千块钱 两千 五险一斤是不是都有 都有 都有 这个要签那个什么 合同的 劳动合同 对 劳动合同 两千块钱 你可以告我的 但是 怎么还没上班呢 就等着让人告 他有太多权利 可是有一问题啊 沐妍实际上提供的职位 是一个客服 这是实际这个职位的真正名称 不要被一个职位 外衣所迷惑 这是我给你的提示 他不是客服 他是讲绩效的 你那再怎么讲绩效 他是有绩效的客服 人家有权利给自己的职位命名 就像我把我们公司叫摊一样 我愿意 那愿意叫这个 管得着吗你 好好